好久沒有聽見的蒸汽火車鳴笛聲 正式宣布阿里山森林小火車恢復形式 特別的彩繪車身從主席站發車 還有鐵道迷遠從北京來 就是要見證阿里山鐵路的腹石 冷帶通車判了4年多 因為受到88風災重創影響 造成阿里山鐵路地基嚴重流失 鐵道扭曲變形 經過工人4年來不斷的搶修 終於修復再次和大家見面 第一班列車從主席開往奮起湖 趕在春節廉價前宣布復始 讓不少民眾都期待 可以再次搭著小火車 欣賞阿里山森林沿途的美景 記者陳建邦嘉義報導